新香會推出多款特色菜 及各類新增菜式 新派川菜 傳統精菜 經典小廠 盡在新香會 北約客店3875 Dummies Road 647-288-8899 釋迦寶店3290 Millain Avenue C16754-8810 賈慶林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 對海協會成立20週年 表示熱烈的祝賀 向多年來為推動糧關係發展 做出積極貢獻的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謝 並致以誠摯的問候 賈慶林指出 開展兩岸協商談判 是以和平方式 實現祖國統一的必由之路 中央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 一項重要內容 就是主張通過兩岸協商談判 逐步解決彼此間的問題 不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海協會成立20年來 認真貫徹中央對台方針政策 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通過與台灣海基會 開展協商 為促進兩岸關係發展 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賈慶林指出 1992年 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 經兩岸雙方分別授權 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也就是今天人們稱之為的 九二共識 由此奠定了兩岸協商的政治基礎 促成了1993年汪姑會談的舉行 邁出了兩岸關係發展 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2008年6月以來 兩會協商在九二共識基礎上 得到恢復並順利展開 簽署16項協議並達成諸多共識 為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做出了寶貴貢獻 今天一系列協商成果 已經並將繼續使兩岸 廣大民眾實實在在受益 支持兩岸開展平等協商 已經成為兩岸同胞的普遍共識 兩岸協商取得的成就充分表明 海峽兩岸中國人有智慧 有能力通過協商談判 解決存在的問題 探尋合作的道路 攜手開創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光明前景 賈青玲表示 未來兩岸關係發展中 需要通過協商解決的問題 還很多 只要兩岸雙方既有的政治互信基礎 得到鞏固和增強 兩岸協商就能夠開闢 更廣闊的領域 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更好的造福兩岸同胞 兩岸協商應當優先解決 事關兩岸同胞切身利益的重要問題 積極考慮廣大基層民眾 中小企業和青年人的需求 使協商成果更加有利於 擴大兩岸交流合作 更加廣泛地匯集兩岸民眾 我們積極支持推進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後續協商 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 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為台灣企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為台灣經濟提供更多的友誼支持 為兩岸經濟共同繁榮 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我們希望積極推動商簽 兩岸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協議 以利於兩岸文教事業發展 提升兩岸文教交流 和文化產業合作的水平 增進兩岸同胞相互理解和感情融洽 我們主張兩岸在涉外事務中 避免不必要的內耗 理解和重視台灣同胞 關心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 願意通過兩岸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賈青林強調 當前兩岸關係發展正處在 成前起後的關鍵時刻 要和平不要對抗 要穩定不要動盪 要發展不要倒退 這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勢 也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期盼 台獨分裂勢力積極活動 是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禍喚 也是阻撓兩岸協商談判的最大障礙 只有堅決加以遏制 才能使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 得以穩定 也才能使兩岸順利開展協商 具備必要的前提條件 九二共識是一個客觀事實 而且是一個對兩岸關係發展 不斷發揮重大積極作用的事實 否定九二共識 兩岸協商就難以為繼 已有的協商成果也將難以落實 兩岸關係是將重現 以往曾有過的動盪不安 最終傷害兩岸同胞的利益 中國洛杉磯總領館新聞發言人 對本台記者說 當地時間15號下午的兩點一刻 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員 從總領館正門外開槍射擊 擊中了總領館的建築 但是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事發以後 總領館立即通知當地的警方 要求儘快展開調查 總領館同時與美國國務院交涉 要求美方採取措施 確保我外交人員和財產安全 根據洛杉磯時報 在其網站上報道說 15號下午的兩點一刻左右 一名男子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外 與一名安保人員發生了口訣 隨後這名男子從車中拿出槍 朝安保人員方向射擊 其中一顆子彈擊中了總領館的建築 但是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目前警方還沒有透露 開槍者的名字及其他信息 根據現場目擊者的描述 開槍者是一名五六十歲的亞裔男子 根據美聯社的報道 當地警方說這名男子已經遭到逮捕 另外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遭到奇蹟的安保人員 現年53歲 我認為第一次是火砍 因為我開始寫報告 然後實現實在進行 有一個槍撞在我 向我向我撞了 所以我撞在地上 我一直撞槍槍 當地衛生官員說 致死的原因是喝入甲醇引起的心臟功能衰竭 警方懷疑這次甲酒可能採入農藥 印度媒體報導 15號下午憤怒的民眾 焚燒了兩名甲酒案嫌疑人的房屋 以及當地警察局附近的25處甲酒銷售窩點 目前12名涉嫌製造和販賣甲酒的嫌疑人 已經被逮捕 但是甲酒窩點的所有者仍然在逃 參加此次軍演的裝備包括T-72、T-90 阿瓊主戰坦克在內的近500輛裝甲車 以及包括蘇30MK1戰機 幻影2000戰機 美洲虎戰機在內的空軍戰鬥機 和作戰直升機 作為這次演習的一部分 印度軍方12月1號 成功試射了一枚烈火一型導彈 另外印度還有可能試射 印度軍方自行研發的 射程達5000公里的遠程洲際彈道導彈 阿格尼火神5號 一名印度陸軍高級軍官表示 這次軍演更為重要的一層 是檢驗印軍冷啟動的作戰理論 所謂冷啟動作戰理論 是指軍隊像計算機冷啟動一樣 在最短的時間內 迅速完成部隊的動員 集結和部署 並在第一時間內 對敵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 這與美軍先發制人的 進攻性作戰理論幾乎如出一轍 印度這次演習注重調動和集結演練 強調空地一體 駐兵種密切協同作戰 快速決定作戰 強化攻勢作戰 充分體現冷啟動作戰理論特點 專家指出此次演習 在時機選擇 兵力調動 以及演習背景等方面都令人猜疑 而更引人關注的是 此次演習顯示 印度擴軍步伐正在加快 最近印度國防部出台擴軍政策 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招募9萬名士兵 新組建兩個山地打擊軍 和兩個獨立旅 兵力規模將擴大近7% 耗資約130億美元 據悉 這些新組建的部隊將部署在 中印邊境和硬控克什米爾地區 其戰略意圖不言自明 天空導彈的航空機密飛穿天 以5馬赫及5倍於音速的速度 向假想敵機飛去 並成功命中目標 韓國軍方相訊示稱 在發射實驗中 8枚導彈中有7枚直接命中目標 這很有意義 據悉 天空導彈的最大射程為40公里 能夠攔截15公里以下 中低層飛行的敵機或導彈 天空導彈系統由發射架 多功能雷達 交戰控制戰和8枚制導導彈組成 其中 多功能雷達可實現 360度全方位偵測 僅用一部雷達即可完成 5部雷達的空域掃描任務 最多可同時攔截6架敵機 項目不得人自豪地稱 韓國成功研發出了 世界最尖端的導彈 所以 霍庫和巴特利歐特 是一方向能夠防衛 但是 天空是360度全方向能夠防衛 據悉 天空導彈的設計原型 是俄羅斯導彈系統S400 導彈推進器則是以俄羅斯 小型導彈9M96為基礎 韓方自2006年開始自主研發 天空導彈採用的軟件 和多功能雷達等主要技術 幾乎全部實現國產化